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络宣教论坛 12年默默储备 只为现今的机会 8月28日起 一连四个周末 云集众多物者学者 媒体大咖 科学家 创业家 与你一起快进节奏 预见未来 那么现在就到我们这个 Panel Discussion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远东的Gloria传导 大家好 真的是 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 觉得今天非常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感恩 你们要知道这三位博士 他们能够用这样子 道成肉身的这种方式 能够说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话 对于三位博士来说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 他们也多走了很多礼路的 我们真的是谢谢他们三位 当然我想每个人心中 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也在内 那我们就从今天发言的顺序 我们就顺序的来问好了 那么我就在这里想要抛砖引玉 我想可能其他人也有一些的问题 可以继续的发 用那个chat发过来 我就想要请教冯长老 因为您一直提到这个 现在AI的技术是这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这个深度学习 那么深度学习到一个地步 是不是如果说他可以掌握 世界上所有的知识的话 那他就掌控了整个世界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问题是说 是不是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发展潜力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上限的 好 谢谢Cloria 你的问题是这样 machine learning目前是 尤其是一个机器学习 深度这种学习算法出来以后 使得整个目前这个发展出现一个高潮 我估计这高潮还会出现几年几十年 甚至大概会这段时间 但任何新技术达到一个地步以后 大家都会遇到一个红绿灯的接口 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大家都会停下来 这个在自动控制和计算机的这个历史上多次发生过 大家都在等一个技术突破 包括能源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AI是一个技术 将来会遇到瓶颈了 这个瓶颈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个计算能力 因为我们讲计算机发展很快 什么这个什么有几个纳米 几个纳米 那个什么 这个Morris Law Morris Law是每18年速度增快一倍 或者整种原因 但是你知道 这个计算机速度的发展 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 但是算法本身 它的计算时间 随着你的问题 是以指数 级数增加的 所以这个问题 如果你学计算机 你知道 所以你的对计算量的要求 会远远超过 对计算速度硬件发展的速度 所以到一个情况下 会停下来 会slow down 第二个 所以不可能出现一个 无限制的这么一个发展 最起码我看不见 所以大家的问题说 如果到一个阶段 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甚至超过人类 人类控制人类 这个是幻想小说 幻想家的非常好的一个设想 但是是实现不了 所以至于说能发展到多久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做一个类比 人类比不一定合适 大家不要不一定接受 我说你要想预测 什么时间机器人 能够超过人类 就跟我们今天 你想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来一样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而且像这种问题 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从我搞研究的过程 我发现我的感觉是 目前机器人 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 非常让很多搞 搞这个新闻制作的 搞作家们非常fancy fancy 所以出了很多很好的 这种节目啊电影啊 但是只是 只此而已 真正研究起来 不是向大家想象一个 芯片装到猪脑袋里 这个事情啊 也是一个媒体的炒作而已 你仔细看的那个技术 我看了很多这种技术 什么 我这有一个视频 没给大家放 我仔细研究 他的发表的文章 他就是一个 用数据学习训练的过程 现在为止 你要说 假定一百层楼 是一个楼的顶端 能够说机器人 能用人样的智慧 我们现在指的二层楼 好 谢谢冯长老这样子的解释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 会比较放心一点 包括我在内 那接下来呢 就想请教朱博士了 我觉得您的分享里面 就是提到将来的人类的生活 受到的影响 那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心里的需要 那是不是将来也会有 机器人的谐谈师呢 因为我们就说 我们会需要有人谐谈 对不对 可是这个机器人的谐谈师 可能他的专业知识 更广更强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有个人的情绪 他不会烦 他会比人类的这个谐谈师 更有这个耐性 也许对人的帮助 会更大 因为他可以集各家不同的 这个谐谈的理论的这个实践 还有各种各样的case study 他都已经这些都学过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就变成是说 这个真人的需要 就越来越小了呢 我不晓得朱博士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 我就简短了两分钟 这个首先呢 其实现在Google 已经成为我们的所谓交谈 你任何问题 你就去问Google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自然就一方面 让我们不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让每人都真是 让我们人跟人的交往呢 就更加追求那些 比这个机器更好的 他就可以说是 更加体现出我们人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去做那些无聊的 机器都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就说人跟人的交往呢 真是你就不要在教会的话 就不要谈天气了 你真是就要跟人家 就说我们难得见面 时间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们聊呢 就聊我们灵里面的 这个所面对的什么的 真是更加的体现到我们 我们作为人的真正的价值 而不是那些无聊的机器 都可以达到的东西 谢谢朱博士 那接下来就请教黄博士 因为一直提到这个设计机器人的人 他们的这个道德水平是一切的关键 可是设计机器人的人也是罪人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制约的力量了呢 事实上 因为我刚刚所带的只是一个影子 所以换句换讲 所有的人 不关是不是做科技这方面 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不是就像 要向人来传佛音 让人能够归回到本人 归回到有神的形象 所以真正唯一有制约力量的 是有当神的形象回到 回到到人的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有制约对象 所以没有任何的法律能够来制约的 的确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 可以发展到非常可怕的情况 若是落在没有神的形象的设计者手里 是非常的可怕 我必须要讲一讲 谢谢黄博士 接下来的话 这个问题是开放给三位讲员的 或者是今天的其他的目者 就是主持人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信仰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网络宣教 那么如果说是网络宣教 那么机器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 也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他可以收集全世界最好的讲章 他可以讲出最好的一篇道出来 他甚至可以呼召人悔改 他可以甚至为你祷告 他的祷告 可能会比一个真人做得更好 那这种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传福音的这件事情 那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人去传福音呢 我们到底这个时候 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宣教来说的话 我们AI如果应用在宣教上的话 那我们还需要有宣教士吗 我们还需要真人去宣教吗 如果允许我的话 因为我是宣教士 所以也是牧师 所以就允许我先赶快抢先回答这个吧 我所这个问题问的也就像问说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 我想答案是很类似的可以类比 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 他从天上 因为这世界是说他所造的 他可以用 不需要他自己倒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就会让 用这个放射线的方式来改变人的电波 然后人的脑波里面 让人自己就归向真神 是不是可能 如果去想想的话 好像是真的是可能的 是不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来到人的当中 成为人的样式 有他的目的 换句话讲 说像刚刚Gloria所提到的 很多像这样的事工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的榜样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 谢谢黄博士 对 我想回应一下 我想机器人或者AI 如果是一个工具的话 你可以现在这个工具已经存在了 甚至做传福音的工具 有很多internet bot 就是网上机器人 他们设计的就是来做传福音的这种 这种问答 有的是做一个counselor 有的就是在 在讲道 甚至有人 把我们的很多讲道 讲章放到一个 类似的机器人 他实际上 什么也没有 就是个录音机一样 他可以播放机 他也在那传福音 他也在那播放讲道 那么 这是一个工具 从那工具来讲的话 已经实现了 已经有了 而且这工具还在发展 在教会当中 我们也是在考虑 要制作一个叫internet bot 是作为培训使用的 可以来回答很多很多 初心栽培的问题 一个对话 像这种工具都已经有了 无非就是做的更好一点而已 但是机器人的终究是一个工具 他不可能变成一个牧师 因为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我要讲的话 如果这个设计者说 这要对设计的人 就提出一个挑战 如果你想把他单程 变成一个 你造一个宣教式机器人 把他送到中国 给他空降到中国 不管他了 比如说一年以后 他回到美国 说我带领 一千个人信主 建造了一百间教会 找他具有始祖保罗那种性质 这只是一个天方夜谈而已 谢谢 我30秒 我30秒试的 就好像说 现在其实一个网站 它收集了很多很好的资源 已经是在做类似的 但是这个所以 GC AI这些 所能够做到的 是这个信息的传扬 或者说 可以说是 假如 假如我们觉得说 这个信仰 完全就只是 这个护教学的话 通过知识的话 那当然就是 AI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 更加的真实通过神的灵 通过这个人与人之 跟这个教会 实在的 这种群体生活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AI是没办法 做到的 谢谢 我想就最后一个问题 时间跟关系 也是开放给所有的 讲员跟主持人的 那么我们提到 就是说 现在在脑子里面 如果放一个晶片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 并没有能够 完全控制一个人 可是如果他可以 借着这个晶片 有一些的电波 有一些可以影响 一个人的思想意志 脑波的话 那么就表示说 人的思想意志 是可以经过监控的 也可以经过管制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 他想犯罪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晶片 说你不可以犯罪 那么这样人 是不是就不会犯罪了 那如果人不会犯罪的话 我们还需要救恩吗 再来30秒 我30秒了再 这个总的来讲 耶稣给了我们 很好的答案 然后你看了一个女人 你心里犯金人 已经犯了 然后你想去 或者说 叫一个 骂了一个弟兄 你已经犯罪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 除非你连想都不能想 那我才想 那种的来讲 人犯罪还是需要得救 落不做出来 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法律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我把问题可以 开个玩笑讲 请你不要介意 不用AI 也不用机器人 如果当外科手术 发展到一个地步以后 你把它某个器官 切除一下 它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个AI的问题 而是一个 救恩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福音传给他 让他真正圣灵 在他心里面感动 认罪悔改 真心认罪悔改 还是说通过电波控制他 甚至通过外科手术 把他 disabled 他就不犯罪了 这个问题 这是完全注意的救恩的 真什么是救恩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 要认罪悔改 圣灵在他心里动工 真正认罪悔改的话 这个芯片是代替不了的 谢谢 就跟一个性犯罪分子 一个你不能说给他动一个手术 把他的性器官给他disabled 他就可以 他就是变成一个好人了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好 谢谢 好 好三十秒钟 我想第一个我们就讲说 晶片植入然后 来控制脑波这个层面来讲 我们知道说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例子说 能够来帮助的叫Motor System 就是控制人的动作 不是控制人的思想 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层面的差别 现在我们能够了解的脑部里面的 尤其到自我认识的 我们叫做Self Consciousness 自我认识的这个层面 我了解的非常非常少 可以说 甚至可以讲说 不太可能说有一天能够说 能够了解到脑部里面如何来运作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可以到网上去找找 我会叫Roger Penrose 事实上Roger Penrose 在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比Steven Hawkins 在学术地位来讲 其实还要更高 那Steven Hawkins 以前跟他有些相当多的合作 所以他最近就出了一本书 他当中里面一个结论 他说人脑的Self Consciousness 就是自我认知的意识的这个部分 不是computational model 不是电脑的模式能够模拟出来的 所以这是他的结论 所以我说这个层面 大概是永远达不了 可是要控制动作这部分 那大概是可以打了 我顺着黄牧师的说句 可能未来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人会犯错 因为人可能不讲逻辑 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才是一个活人 没错 非常同意 谢谢大家 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